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它就是特色醬料 然後皮蛋配上雞 你們絕對沒吃過 因為餐車這種東西 它是以前比較常有 現在很少有 因為現在的法律規定太多事實 對創業者來講呢 這是CP值非常高的一個行銷策略 因為它可以省很多成本 你的東西不會很貴 但是你又吃到很好的食材 像我今天帶你們來的這一家 它是Key's Morning 台頭看 我直接講一句話就可以知道為什麼它說夠短話 讓你們100元就可以吃到牛排的早餐 100元吃得到 它的餐車其實有一點 蠻西式的感覺 它是用木質料的 Tiffany配色 我聽說他們家的紅茶都是用紅茶葉煮的 你知道外面早餐店都是用茶包去泡 但它是用茶葉煮出來的紅茶 它有牛排漢堡 還有牛排吐司 乾 嫩煎牛排耶 起司吐司有嫩煎牛排 然後手工漢堡也有嫩煎牛排 都是這個100塊 吐司80 是不是很兇 你看它有焗烤牛排才100塊 然後為什麼吃 一個皮蛋炒雞肉跟起司牛種混 那你有覺得我們有什麼 沒有點什麼 然後就覺得 你們真的白來了 一定屁點 應該是我們有口風花生醬的產品 花生醬我愛 那 香蕉培的豪華牛種 我們放生雙香 我們很多產品都有花生醬 那要不要花生雙香 好 一個花生雙香 黑皮雞肉 黑皮雞肉 對 平蛋炒雞肉 然後加上我們的特製醬 不要 直接斷殼吃 這是KISS牛種味 KISS牛種味 對 超厚切 這有沒有比我的臉還厚 可能有喔 我的臉好薄喔 你們兩個比一下 比誰的臉比較厚 差不多 黑皮雞肉 黑皮雞肉 對 黑皮雞 黑皮雞肉漢堡 好 我來喝 鮮奶茶 我最愛喝鮮奶茶 又上菜了 花生雙香跟藍莓 總共藍莓醬 鮮奶茶超好喝的 這不是 超好喝 它鮮奶很濃欸 喝醉了 很好喝欸 鮮奶茶很濃 然後它的紅茶香 也喝的 後面喝的到它的紅茶香 我要來先吃到我最有興趣的 它裡面是 雞肉 你知道嗎 老闆的這個美乃滋 是他們手工特調 它是芥末美乃滋 你外面吃的到芥末美乃滋嗎 還有這個 它是雞肉皮蛋 皮蛋超香的 而且很嫩 哇 雞肉超嫩的欸 我相信 皮蛋的味道超級濃欸 而且 那個照燒還是醬燒啊 這是老闆特製的醬料 所以都不是 它就是特製的醬料 然後皮蛋配上雞 你們絕對沒吃過 這一定也是在地人 才會吃得到的 牛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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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來為大家吃這個 牛排三明治 畢竟這家店最有名的就是牛排 對 100元吃得到牛排 它那個牛排 是真的牛排 不然是假的 沒有 因為你在外面真的吃到很多成熟 它是 就是過真價值的牛排 而且 它裡面有這個馬鈴薯 清爽 不只清爽 不知道是什麼 姐弟 一層一層的 讓你感受到驚喜 它很厚是不是 非常厚啊 很厚 然後 蔬菜 馬鈴薯 蛋 牛排 起司 小紅瓜 小紅瓜 在這裡 藏在這裡 如果今天胃口不大的人 來這邊千萬不要像我們這樣 其實真的點一份這個 就很棒 這個是 花生雙香 因為蛋很 哇 哇 蛋很調味 好啦 我只能說它可能太生重了 然後生動到人都抓不到 沒有 因為它還是活的 你知道嗎 它會跳 花生蛋很香耶 它快要是這樣的比較鹹 鹹鹹甜甜的感覺 它這個是什麼 蘋果 蘋果 一片蘋果耶 因為你知道 花生醬 它是比較重口味的東西 然後它是比較鹹 像你搭上生菜加蘋果 它會把那個鹹度降低 然後你吃起來是很有爽脆的那種感覺 就很甜耶對不對 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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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